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自由操的组别当中要求你有一个是向侧的技巧动作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选手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要满足组别的加分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非技巧类的动作也是为了满足组别的加分 你只有满足了向自由操的四个组别以及下法的组别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结束的技巧串以后才能拿到5乘以0.5的2.5的组别分 在其他舞台中还有一个想推并就是 洛曼尼亚的科兹齐的比赛结束 那么如果选手在一套动作当中像出现了一些出界 这是比较明显的失误的话呢 它是将在难度分也就是在地分当中体现的 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姿态的错误 它是属于一种通向的错误而不是专向错误的话呢 在完成分当中有所体现 比如说分腿 勾脚尖 屈膝 这是属于在这个通用错误当中来打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指专向的错误 这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技巧空翻的高度是否充分 力量静止动作是否舒展 有没有充分地利用整个场地 那么在滚翻 比如说滚翻结束的技巧动作 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支撑 得分